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带来英格兰足球超级比赛 引操第21轮 爱弗顿主场对阵阿斯顿维拉 台湾时间1月14日晚间10点开题 爱弗顿在主总监第三轮做客0比0踢合水晶宫 但该场比赛爱弗顿主力前锋勒温直红出场 本场无法出赛 而加上主总监爱弗顿已经5年不胜 目前主力前锋又禁赛 勒温虽然脚法不好 但作为支点还是有其功能性 加上近期门将皮克福的状态不佳 而爱弗利扬、杜戈尼、阿里、麦克尼尔 全部都还在商兵名单 虽然阿斯顿维拉也有托雷斯、蒂耶莱曼斯、迪尼在养伤 但阿斯顿维拉的封线上仍然有比较多容错的空间 虽然托雷斯对于维拉的防线是多一层保护 因为朗格莱、道格拉斯并不是夺顶级的后卫 但骑马踢中下游队伍还算够用 加上爱弗顿目前少了主力封线 而中场的奥纳纳似乎传言枪手要够入 目前还没有消息 而维拉虽然目前排名在第二名 进攻端也都蛮有能力的 但防守端仍旧没有改善 是前六球队中最少次零封的队伍 即便赢球都会掉球 本季双方已经交手两次 在一年盃上维拉是输给爱弗顿的 但硬超是首轮 爱弗顿是做客被维拉4比0 加上近五次交手撇除一年盃的输球外 维拉是五战全胜 做客虽然会掉球但总能赢下来 而上次踢小蜜蜂 被直红的主力中场卡玛拉 本场也会回归 配说维拉的阵容相较之下更为完整 也比爱弗顿更加有进攻威胁 不过维拉后防线问题还是很大 之后遇上上游的队伍应该会很难踢 但目前爱弗顿少了前锋热温 加上双方交手维拉赢面也特别大 近期爱弗顿应该很难取胜 即便他能进球维拉也会追回来 这边预测克胜大脚分为2.5大 比分为1比2以及1比3 也预测双方进球 那这集的预测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敬请按赞订阅卡尔搜球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